大家好 我是陈寗 今天 我不要再跟大家推荐什麼很貴的音響了 我今天要反其道而行 跟大家聊聊 當真的很沒錢的時候 我們該怎麼樣去玩量身道 今天呢 我把預算設定非常低 5000 塊就好 5000 塊真的可以玩音響嗎 答案是可以 因為呢 我最開始最開始的時候玩的音響真的 不到5000 塊 為什麼 因為 我的喇叭是我阿姨送我的 我的擴大機呢 是 減回收的阿伯送我的 而他送我的那台擴大機非常經典 就是 NAD 的 3020i 在我高中的時候 就算他不要送我 我買一台二手 大概也是2500 塊左右 所以其實你真的要說呢 我今天真的非常 就是預算非常低 我就是個學生 我是個國中生 我是個高中生 我是個大學生 我到底能不能去玩量身道 答案是 OK 可以的 但怎麼玩 我覺得今天我們需要分兩個部分 如果你希望我在這裡推薦你一些經典型號 那真的是困難了 因為 其實經典型號非常多 而且其實當你預算這麼低的時候 其實經典型號坦白講 跟你無關 為什麼 他之所以會被稱為經典 就是因為他歷久不摔 那他歷久不摔 就一定會有一個情況 就是他價格不但不會下跌 還會上漲 舉個例子來說 我剛說的那台 NAD 3020i 在我高中的時候 二手大概是2500到3000 可是最近 有一個 brother 跟我說 他去看一台的時候 多的那個二手的時候 多少錢 5000 還漲價了 你買那個房子 在十幾年前買 一瓶只要50萬 結果你現在去看 一瓶變成100萬 同樣的道理 二十年前的擴大機 一台2500 現在變5000 所以其實 都是會漲價的 所以呢 通常來講 在極低預算的時候 你要去找到非常經典的品牌 然後非常的價格 便宜的價格去買到是有困難的 所以我們應該換個方式來想 當你預算非常非常低的時候 兩聲道應該怎麼玩呢 其實 我告訴你一件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 其實兩聲道 並不是一定要有很好的喇叭跟擴大機才可以 其實他只要有兩個會發出聲音的東西 兩個小喇叭 他都會發出聲音 就可以玩兩聲道了 其實在我從高中到大學的這個路程中 其實曾經推出有非常非常多的經典的小小兩聲道 以台灣來講 在那個時候 有一個品牌叫電光火石 後來 他改叫殘物質 那這個過程 他有他的商業考量 可是他推出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小喇叭 其中一對 我現在還留著 就是殘物質 他以前有出一個三吋的小喇叭 後來 他基於不知道是什麼紀念還是什麼理由 他出了一個兩吋的殘物質喇叭 其實那個還在我們倉庫裡 只是我不知道在哪裡 如果來得及的話呢 就讓我們助理妹妹把他拍一下 照跟大家分享 那個喇叭呢 當時買非常的便宜 因為他好像是什麼樣的贈品 那所以在二手買的時候 我記得我買不到一千塊 也是因為這樣子 那時候我太太才會說那你就買 因為就當個小紀念 那那個東西呢 結果我剛剛說的 他就是兩個會發出聲音的東西而已 你只要幫他搭上一個低類的擴大機板 因為有一些低類的小擴大機只要九百一千 你只要搭配他 一個一千塊的喇叭再加一個一千塊擴大機 他就會發出聲音 然後 而且還是標準的左右聲道 這樣子就可以開始玩兩聲道了 那你說 這就是有聲音而已 這我要怎麼玩兩聲道 回想一下 兩聲道有哪些東西是再不需要花太多錢就可以玩的 其中一個非常重要 而且很多人窮極一聲去追逐的是什麼 百味嘛 你喇叭 你今天是說 我買了兩個喇叭 我就這樣隨便放著就可以聽嗎 當然不是啊 你今天喇叭隨便放著 他現在放在這邊 你這個 右邊的前面一點 聽起來大聲一點 左邊的後面一點 離牆近一點 他的低頻會多一點 然後又小聲一點 你的聲音百味就偏了 回頭看 我有一系列關於百味的影片 你看裡面所有的教學 是不是都一直在討論這個喇叭到底要靠前 還是要往前 要往外拉 還是往內拉的問題 這些東西 都是需要非常多的練習 前陣子有位 brother 他拍了一張照片給我看 他把他買的 以前買的那個 Castle 的那個 嚴選入門組 拿去他的公司聽 結果呢 他給我看的照片 他那一對喇叭就放得這麼近 不誇張 就真的這麼近 等於就是兩個喇叭中間在夾著 他的那台手本擴大機而已 結果呢 他 我看完之後就跟他說 你這放太近了啦 你放那麼近 那沒有音場 你把他拉開就對了 結果呢 他就過了幾天了 他就把他拉開 他就跟我說 陳寗太神奇了 拉開之後 那整個音場還有低頻的表現完全不一樣 像是 就是差太多太多了 然後他就問了一個關鍵 你怎麼知道 你只是看了一張照片 你怎麼知道 會有這個差異呢 我當然回答他 因為我是陳寗 但重點不是因為我是陳寗 重點是因為我試過太多的組合了 以前在宿舍的時候 我喇叭其實擺不開的 最多就是擺中間一個24吋的螢幕 然後喇叭就擺在24吋的螢幕的兩邊 所以 我那個時候呢 我怎麼測 同樣的喇叭 我怎麼測 發現 就是 怎麼就是沒有辦法在那個音響店的試聽室的那個效果 所以呢 我就在 那個時候我在音響店打工嘛 那我在那邊打工 裡面很多喇叭 我就在那邊測試 那個時候 有很多小書架 我很熟悉的書架 什麼Castle 或者是ATC SCM7 那個時候就開始玩 我就這樣試 放這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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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越來越難聽 再放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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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路放到 就是 比我兩隻手還開的時候 哦 整個音場出來了 那個聲音是充斥在整個空間裡面的 那我就想啊 那這樣的話 可是我坐在電腦桌前 那我放這麼開合理嗎 因為很多人都會說不行啦 喇叭不能放這麼開 你就是得放在螢幕的兩邊 然後高音對著你 可是我覺得這樣很難聽啊 所以我就這樣放開 後來一直到我自己租房子的時候 我喇叭就放這麼開 為什麼 因為呢 你現在在 螢幕前面 你可以自己試看看 你把喇叭放得很開 然後拖音 一樣就是讓高音對著你 你會發現那個整個展現出來的音場 他的那個低頻 他的那個聲音的層次 那是完全不同層次的感覺 當然你不可能無線拉開了 要是你的空間能夠讓你無線拉開的話 你為什麼不要坐遠一點 因為你的空間就那麼大了 但是呢 通常來講 以你坐在電腦桌前 你的喇叭可以拉開到150公分 那表示你的電腦桌很大 那你可以試試看 拉也不用到120就好 你會發現 他的整體的音場 他的力道表現會好很多 不論你用什麼喇叭 就算你用的是Edifier 你就算用的是電腦喇叭 你就算用的是 那個叫MX5021 你知道的話 表示你至少30 歲了 就是 以前很久很久以前 非常經典的喇叭 你就算用的是那樣子的電腦喇叭 你把他拉開 你都會聽到新世界 所以呢 不要去想說 我要玩這些東西 而且我一定要先買一套什麼陳寗嚴選入門組 我跟你講陳寗嚴選入門組呢 是 真的有那個預算再來買的東西 非 非生活必需品 說真的 如果你今天跟我說 你是一個高中生或一個大學生 然後你有一筆四萬塊的預算可以買東西 我通常會建議你 你好像不應該先買音響 除非他對你來說很重要 不然四萬塊其實買一台iPad 對你往後的人生應該還會更有幫助一點 因為他可以幫助你學習 你可以學寫程式啊 對不對 但是你買一個音響他能幫你什麼 除非你覺得你高中畢業之後 就想要來我們寧可好戶工作 不然其實 其實真的 你現在買音響對你幫助不大 而且說坦白講 你如果真的是為了來寧可好戶工作 你也可以不需要 你應該先增進你的其他技能 你想玩音響來我們公司再玩就好 你現在買幹嘛 所以呢 音響這個東西 真的你如果說現在沒有那麼高預算 不需要花那麼多錢去買 你只要有兩個會發出聲音的東西 光是這個擺位 就可以讓你玩至少一年以上 你會發現他有非常非常多的可能性 那等到說 好 我這個 這兩個喇叭 都已經玩得差不多了 這擺位 因為你的空間很小嘛 你已經玩得差不多了 所以呢 我要開始玩其他東西 那就可以開始玩其他的啦 你可以去玩那個喇叭線 你的兩個喇叭中間不是要有個線嗎 那你不需要買很貴的喇叭線 你去那個光華商場 那邊有一些賣電子零件的 他上面的線 從十塊的到一百塊的 你每一種都給他剪個一公尺回來試試看 你也不用每一種都剪了 有點浪費錢 你就買十塊的跟一百塊的 你回來聽看看 然後你就發現 聽不出來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很多人可口可樂跟百事可樂也分不出來 你叫他盲癮他就分不出來 我看那個 那個 Gordon 的地獄廚房的時候 我也覺得很離譜啊 怎麼會有人吃芒果冰淇淋 然後說那是哈密瓜呢 就是有這樣子呢 他就比地獄廚省呢 他都已經過關斬將來到Gordon 的面前了 結果他居然哈密瓜跟芒果的口 的味道分不出來 我也覺得很扯啊 所以 你十塊錢的喇叭線跟一百塊錢喇叭線 聽不出來 那天經地義的事情 如果你一開始就聽得出來 那就表示 你一天才 你應該往這個方向邁進 我最開始在試這個喇叭線的時候呢 我是買一公尺五十塊的喇叭線 然後呢 跟我那個菲利普的床頭音響原來的喇叭線 在那邊交換 交換這個聽 交換這個聽 換來換去發現好像聽不太出來 那沒關係 去吃包薯條回來繼續了 然後再繼續換 然後後來發現聽出來了 這是這個五十塊的喇叭線 我都聽出他的差異了 那麼 然後 我就可以慢慢地 往前邁進 去試試看換不同的電容 試試看換不同的電阻 那這個過程中 學習到很多東西 至少我會焊接 如果我今天 失業了 我還可以去幫人家做喇叭線的 但其實我不知道 我失業去誰可以請我幫他做喇叭線 但是呢 總而言之 我就學會這個技能了嘛 然後在這過程中 也拆了很多機器 那拆了又裝回去 所以現在很多 一開始 我們那個助理弟弟每次在拆機器都要問我說 這要怎麼拆 我都跟他講說 你不要問我啦 你問我 我也是要自己研究 那你為什麼不要自己研究之後再問我呢 所以他現在就自己研究 他自己都研究好了之後呢 他現在很棒 他自己研究 怎麼拆 他回去拆他的家電 回去拆那些 就是我們這邊公司的機器 每個把他拆開 所以在這次玩咖日的時候 他不就展現他的那個 優秀的拆機器技能嗎 我們三台 串流播放器 他在現場把他拆了 然後給大家看 我一講完 他收走一台 在旁邊又把他裝好 等到下一節的時候 他已經上回去價值 開始可以播給大家聽了 所以這種東西 非常棒的事情 其實都是練習出來的 所以 不要去想說 我現在就是要花錢 我跟你講 你長大到我這個年紀 吃到我這回 你就知道 人生最簡單的就是花錢 花錢要掏出來就有了 可是呢 很多事情呢 是你在這個最沒錢的時候 因為你急於沒有辦法做到 我掏出錢來就有 所以你會去思考很多可能性 你知道 其實我有很多技能的 是你萬萬沒想到的 我自己的房間 你有時候看我在旁邊 不賣誰的那個房間 我房間的那個牆面的油漆 是漆得比我們這公司的油漆還漂亮了 我們這公司的油漆還是花錢請人家漆的 那我房間漆得比這還漂亮 那為什麼 沒錢 沒錢 所以油漆就只能去買 去 B&Q 然後問 B&Q 那個油漆區的那個 那個服務員 然後問他 然後問很多 問了很多 他也很願意教我 然後弄了之後 回來再塗看看 先買一個小罐的 因為怕買錯 然後回來先塗 塗了一個小面積 然後發現我完蛋了 塗失敗了 然後再去問他 然後問他了之後 他跟我說 你不能釀塗啊 釀是不對的 你要用這個東西 然後 因為他也太貴了 所以呢 我捨不得買 然後呢 我就看 那大概研究那個刷子 然後最後再去買一支便宜的刷子 回來企圖吐出那個效果 所以 就那個牆呢 讓我搞了一個禮拜 那個牆搞了一個禮拜 結果就是 我現在塗油漆 可以塗得比這個專業的漂亮 我們的那個 整個房間的漆面是非常平均 所以你會發現 在我房間拍影片很容易 因為那光線隨便打都很如何 就是 我欺面當時有做好 那還有很多 我記得有一個非常有名的人 是蘇東坡嗎 還是誰 我查一下 叫我們助理妹妹把他加在這裡 人家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那麼多技能 那個人就回答 他是一個很有名的古人 他說因為少年出比 顧多技能 所以 所以 就是這樣子 因為沒錢嘛 所以在過程中你沒有 就是說 現在我有錢 一開始入門 跟我說陳寗 那我就來一套鸚鵡螺好了 那OK 你的一切我都幫你打點好 你家就是像沙龍一樣好聽 這OK的 可是呢 你還是需要非常多的努力去 把他 學好 去慢慢嘗試 那這些技能你都會了 就有了 可是你現在說 可是陳寗我就沒這個預算 他很簡單 我剛剛講 你只要兩個會發出聲音的東西 你就這樣放著 你可以學的東西 太多太多了 我再給你一個例子 這個呢 是我們商城上面 大家都在用的Magic Damper 你只要是用這個陳寗嚴選的組合 那通常最後你的訊源 你的擴大機 都會使用這個東西 甚至你的喇叭 如果是書架喇叭 也會用這個東西 可是 你說 現在 我就是在學習兩聲道路上 我需要一開始就買這個嗎 其實答案是 不需要 因為其實 只要是平的東西 你都可以放在喇叭下面 那你在使用這個Magic Damper 這是因為這是我選的 我覺得好聽的東西 告訴你用他 可是 你自己 如果你真的說 我現在就是想要學習音響的話 那其實你自己應該試試看其他的東西 而且其他的東西不需要花錢買 你就拿十塊錢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七個 一路跌到十個 四個不會那麼厚 四個就是這樣而已 那你就這樣一路跌 你聽看看你的喇叭的聲音變化 你會發現呢 你每多加一個十塊錢 聲音就又不一樣一點 好 你十塊錢都用完了 你都玩過了 你把十塊錢拿掉 你可以蒐集什麼 四個寶特瓶瓶蓋 四個小小的橡皮叉 你都可以試試看 把他放在喇叭下面 你會發現聲音是完全不一樣的 如果你說可是我聽起來都一樣 好 繼續練習 我們剛剛說的嘛 你線材也會聽不出來 那當然你用腳墊也會聽不出來 所以 這些東西就是不斷地嘗試 不斷地嘗試 有非常非常多個夜晚 我就是這樣子從八點九點 玩音響 一路弄弄弄弄弄到一兩點 然後回家洗澡睡覺 隔天再繼續努力 然後喇叭呢 搬來搬去 搬來搬去 然後在 在試聽室裡面有很多喇叭 搬出來 試試看不同的擴散 在喇叭下面放不同的東西去墊他 你才發現說 哇 原來聲音有這麼大的不同 這些東西就是要這樣 慢慢地一點一點地去嘗試他 你才會學會 所以呢 你這樣說呢 買音響這種東西 你真的有錢 當然是直接買就好了 可是沒有那麼多預算的時候 有些東西真的就不適合買 比如說像這個Copas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很多人都問我說 你我現在預算不高 我是不是應該買這個Copas 來入門一下 那我真的說 當然是不對的 這個很貴的 這一顆要六萬五 兩顆要十三萬 而且呢 Copas 自己也說 這個東西對他們來說就是一個消費型的電器 你要他像 Copas 其他的被動式系統那樣 可以用個五十年 到你損子的時候還可以給他 那是不可能的 他說這種東西 他們預想他就是五年 就是五年 那這樣的東西 你說我今天預算不高的情況下 他是合適嗎 我通常都建議不合適 很多人跟我 這不是只有Copas 說我預算不高 是不是可以買地瓦雷之類的 我都會說 那其實並不是給預算不高的人買的 你看他的價格就知道了 如果你真有這個預算 你不見得要去買這個 你也不見得說要在我們商城買嚴選組合 你去二手市場看 其實有很多那種兩三千塊的喇叭 就非常好了 而且甚至兩三千塊或者五六千 他的低音單體甚至是12吋的 那當然可能他的12吋的低頻 會輸給我們的5吋的F-15 但是呢 無所謂啊 他才那麼便宜的價格 你買一對F-15 那是18 萬呢 你如果拿去買五千塊的喇叭 還可以買多少 那可以拿來買來做成你的全景深劇院了 所以呢 就買這樣的東西 然後五六千塊過來擠回去搭 全部都聽 你變成說 哇我金耳朵 我連那個五塊錢跟五十塊錢的喇叭線 我都聽得出來 我可以直接盲聽 你就可以聽出我那喇叭下面到底是疊了五個十塊錢還是六個十塊錢 如果你有這麼厲害的話 在這裡有這個E-mail 你可以寄信給我們 投你的履歷到我們公司來 我非常歡迎你 就可以來我們這裡試試看 但是這是 另外一件事情 那總而言之呢 其實玩音響真的不需要花那麼多錢 其實大多數的東西都不需要花那麼多錢 目前你跟我說 你問我啦 有什麼興趣是要花很多錢才能開始 但是一路去玩的我想大概就是 葡萄酒吧 因為呢 葡萄酒 我真的很建議至少要喝過一次好喝的 不然你很容易會在這個裡面迷失 但是其他的大多數的東西 尤其是音響 真的一開始不需要花那麼多錢 就可以 開始入門了 就是這樣 我們今天就聊到這裡 如果你看完之後還有任何問題 歡迎影片下面留言 我們之後再拍影片來討論 今天就聊到這裡啦 我們下次見 Bye Bye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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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